严松是一个警惕性特别高的人 他十分清楚徐杰和夏延的关系 并非对徐杰是毫无防备 但问题在于这位徐侍郎 以官职以能力以他在官场的人脉 似乎也够不成什么威胁 顶了天不就是个副部长吗 皇帝面前也说不上什么话 翻不起多大的浪来 所以防备归防备 他只是防备 没把徐杰放在眼里 严松的判断很准确 这个时候的徐杰 那真是不折不扣的 灰堆里的小人物 即便说你把刀交他手里去 他也不知道该从哪一刀开始砍 但是世界是不断变化的 家境29年 公元1550年 徐杰迎来了第一个机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次机会是由严松阵营当中的 囚鸾先生有情提供的 说这个蒙古也算是大明的老冤家了 来来回回搞了二百来年了 双方都精力充沛 再累再苦也都不在话下 洗个澡睡一觉起来 咱们接茬干 事意时宜 当年的瓦剌已经消停了 取而代之的是达的 而在小王子之后 该部落又出了一个 擅长杀人放火的优秀领袖 叫什么叫暗达 关于这位兄台的世界 咱不多讲 你只需要知道 这是一个很能杀 很能抢 善于破坏 就这么一土匪臭流氓 你就知道这就行了 家境29年6月份 这位仁兄估计是家里边 又缺东西了 带领上万骑兵向明朝 发动了进攻 目标就是大通 明军抵制不住 全军溃败 一番混战之后 总兵张达战死 于是大通向朝廷告急 指挥官死了 那你说群龙无首 那不行啊 你抓紧时间再派过来吧 那大通总兵 那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官阶了 相当于边防军区的司令员 寻常的时候 能够说补到这个官 那是祖宗保佑 但说实在的 在这节骨眼上 谁要是去大通了 那只能说是祖坟买错了地了 风水不好吗 蒙古人还在城外 你即便说打退敌人 也未必有功 但如果说真把重镇大通 给丢了 那是格杀勿论呢 而且刀剑无眼 也不认你官衔高低 身为总兵不幸殉国 那也不是说 发生了第一回了 对不对 只能算你啊 倒霉走背字 这就是传说中的黑锅 谁也不想背 甩来甩去的 你背 你背 但就在呢 众人推脱之时 严松站出来了 高兴的告诉大家 我有一合适的人选 必定可以退敌 谁呢 球鸾 说实话 就在这事上啊 严松也是冤大头 他原本以为啊 说咱们这位球的少爷啊 名将之后 就算不如增险 多少你上阵 五枪弄棒 百花两下的也行吧 所以他就把球鸾 给推荐上去了 希望此人可以再立新功 可是呢 球鸾现在实在是难得啊 虽说干了多年武将 却连一下子都不会 你别说上阵 五能两下子了 听说严松推荐了自己 五雷轰顶啊 但事已至此 不上也得上了 是吧 说你行你就行 不行也行 因为球鸾 壮着胆子去大头了 不似乎咱们这位球将军 那个运气啊 还是不错的 刚到地方呢 就得知安达呀 已经抢劫完毕 撤退了 他兴高采烈的球鸾 顿时来了进来 立刻向兵部上书 陈同表示 没有能够与安达交战 为国争光 实在是遗憾之之 不要着急 球鸾先生 机会总是有的 七月份 安达又来了 其实这也怪不得安达 他那个部落 没有手工业 没有轻工业 除了强 他没第二条路可走了 球鸾这回 头大了 你说打了败仗 你别说官位了 脑袋也保不住啊 但是他也很清楚 以自己那几把刷子 想打败安达 你做梦 但是球鸾 脸熬不得 他竟然想出 以解决问题的办法 不但可以赶走安达 还不用大动干戈 哎 球鸾是一懂得 价值规律的人 他明确的意识到 安达来了 不过就是想抢东西嘛 我给你不就完了吗 满意而归 万事大吉嘛 于是在一个深夜啊 他暗中派出使者 给安达送去了很多钱 希望他拿钱就走人 不要妨碍自己当官 你要说这个安达兄 也真是好样的 拿钱就办事 当即表示 啊 球总兵你放心 我呢就是来为钱来的 钱到手了 那我及时撤退 明儿早 我就走 不用拼命了 还把文神送走了 哎呀 太好了 可是自以为聪明的球总兵 忽略了关键的一点 安达说 我明早我就走 我就撤退 他是说撤退 他可没说往哪儿撤呀 对不对啊 不久之后 大通副将回报 安达已经撤走了 哎呀 球鸾太高兴了 正在准备庆祝的时候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于是乎呢 他就多问了一句 呃 他撤到哪里去了 去季州了 当这两字 传进球鸾耳朵里的时候 球鸾呢 咕咚一下 坐地儿尿裤子了 那是北京的门户啊 季州啊 当安达攻破季州 破墙入关 到达昌平的时候 就是今天北京昌平去 他惊奇的发现 自己的铁骑 竟然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 什么粮食了 财物了 人口了 都摆在他的面前 等待着他去抢劫 那当然他不客气嘛 抢完了昌平 又流窜到密云 怀柔 这一圈跑的 围着北京城 一路抢去啊 他那声声 搞了一次 北京环城游 杀完了抢够了 安达不走了 留在通州了 大明怎么这么弱呀 这个背后似乎隐藏着 某种不可告人的原因呐 那其实事情 没有安达想那么复杂 原因十分简单 没有兵嘛 说来也滑稽 当时那个京城啊 确实是空架子 一百年前 北京保卫战的时候 在于谦的建议下 丧失战斗力的京城三大营 被改造了十二团营 兵力缩减为十四万人 你按说这个数字 也不少了十四万嘛 可是 当兵部赏数 丁如葵 清点人数准备作战的时候 才惊奇的发现 了不得了 所谓的十四万大军 只有五万多人 其实丁如葵并不奇怪 这等现象再正常不过了 这就是传说中 军队贪污第一绝技 就吃空鹅呀 多报人数冒领工资嘛 就这个 丁大人熟悉潜规则呀 也不想去反贪嘛 但是问题是 敌人就在家门口了 你总得想个办法 把人给送走吧 皇帝自然不可能 再给安达再送你了 无奈之下 嘉靖先生只好下达 总动员令 命令周围驻军前来勤王 第一个赶到的 正是大同总兵 丘鸾 他是拼了命赶过来的 说实话 他不拼命也不行了 你要知道皇帝大人 之所以如此狼狈的 被人堵在城里 那背了谁的黑锅 不就背你囚鸾的黑锅了吗 你要不及时赶过来 难保那安达兄 和皇帝和谈的时候 讨价还价的时候 突然冒这么一句 哎 你给这个钱不行啊 当初囚总兵 跟我谈的时候 价码是多少 你这不了的了吗 是不是 人家人就完了 满头冷汗的囚鸾 带着两万骑兵 赶到了北京 哎呀 嘉靖一看 好陈子 好将领啊 非但没怀疑他 还极为信任的告诉他 京城的房屋就交给你了 这下子 邱兰可彻底挖了蛋了 歇了菜了 邱兰悲愤之余 准备去跳护城河 自己了结自己拉倒 结果呢 又被部下给拉回来了 大同已经如此狼狈 何况是京城啊 无计可施的 他想来想去 竟然又想到了老办法 咱们还是谈判给钱得了 他再次的私下派人出城 找到安达 等着来人说明 来一连酒精沙场的安达 现在大吃一惊 刚刚咱们才在大同刚谈完 我捞理笔钱 邱总兵又到京城跟我谈来了 好像跑敌我还快 邱兰提出了条件 只要不攻城 一切好商量 安达也不含糊 不攻城可以 让我入攻就行 虽然邱兰已经决定 要不细切代价 但是说实在的 这个他不能接受 所谓入攻 什么叫入攻啊 就是肆意妄为 践踏国格的体面说法嘛 如果答应这条件 安达就能派出他的使者 到大明的地盘 强拿强要嘛 提出各种科科条件嘛 换句话说就算给得起钱 那丢不起这人呢 邱兰不敢信口开河 只能立刻呢上报嘉靖 太上老军也解决不了 蒙古问题呀 于是嘉靖倒袍 换上穿上黄袍 召开了内阁会议 与会人员呢 都有谁呢 内阁大学士 严颂 黎本 张志 还有时任礼不赏书 徐杰 这回嘉靖大大黄的也 也慌了神了 拿着拿送交的入供书 问大臣怎么办 这事怎么办吧 黎本不说话 张志也不说话 因为在内阁里 他们说了也不算 平日的滔滔不绝 说话算数的 严颂突然哑巴了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也不出声 但是黄帝大人的工资 不是白拿的 嘉靖直接对着严颂 就过去了 啊 我的首府大人 现在该怎么办呢 严颂先生那边说了 既不能治军 完了之后呢 他也不能治国 那主修专业是什么 主修专业就是拍马屁 他别的 他什么也干不了 可是安达先生 要的是实惠的 不吃这一套 自然没办法 你跑去拍案 拿着马屁去嘛 但他还说出了 自己的办法 这不过是一帮恶贼 抢掠完了 自然就走了 皇上不必担心嘛 这个回答太无耻了 在严颂先生的 逻辑体系里 保住官位安享富贵 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城外的百姓 抢了就抢了 杀了就杀了 反正与自己没关系 许杰这下愤怒了 咱抛开个人恩怨 咱不谈 他简直无法相信 你是一个朝廷首府 你说出这样的话来 虽然这里 还轮不到他说话 徐杰真忍不住了 敌人已经打到城下 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 怎么能说这一群恶贼呢 严颂惊讶地回过头来 看着这毫不起眼的 礼不赏说的 终于意识到 一直以来 自己似乎轻视了 这个人的能量 坐在皇位上的家境 豁然站了起来 看着徐杰暂许的颠颠头 嗯不错 这时候还有人 能够帮我说说话 能给我出出点子 然后他又换了一副面孔 冷冷地盯着 贪生怕死的严颂 说暗达的供书呢 严颂慌忙把文书拿出来 准备成交给皇帝 家境白了白手 他不打算研究文件 说了一句话 你准备怎么办呢 在家境逼世的目光中 严颂却恢复了镇定 从容地回答啊 这是礼部的事 所谓礼部的事 那不就是徐杰的事吗 在一般人看来 这只是一句 推卸责任的话 但事实上这句话 极为凶险 暗藏杀机啊 无论徐杰如何回答 都将惹获上身 暗达入供说到底 是个外交问题 严颂推给礼部 虽说不太仗义 但是呢 算是合情合理 如果徐杰推托 皇帝自然饶不了他 但如果徐杰满口答应 则必定会大难临头 因为入供问题 那是个很丢脸的政治问题 家境根本就不想答应 只是迫于形势 才找大臣商议的 要是胆敢在这个时候 搞包干 等到暗达一走 秋后算账 自然是死最难逃啊 严颂摸透了家境的心思 他正静静的等待着徐杰进入陷阱 徐杰愣了一下 立刻不假思索 做出了回答 此事是我礼部职责 臣愿 盈利承担 然而在严颂露出笑容之前 徐杰说出了下半句 但入供之物为国家大事 一切听凭皇上做主 礼部必定 遵旨照办 严颂第一次感到惊慌了 站在眼前的礼部上 说竟然是一个比下言 更为狡诈的对手 家境他没有严颂的心思 他只想解决问题啊 真的问徐杰你有办法吗 徐杰终于等来机会了 他开始侃侃而谈 可是以臣看来 敌军兵临城下 以目前京城的防务 既不能战也不能守 那咱们怎么办 既不能战也不能守 投降啊 目前唯一的办法 拖延时间 等待援军到来 聚集力量 再对暗达发动反击 家境一听 别说是个招 家境就要问一问了 怎么拖延时间呢 徐杰微笑着 拿起了那份被引为耻辱的暗达 入供文书 自信的告诉惊恐不安的皇帝陛下 办法就在这份入供书里 咱们说外交这个东西啊 它是指处理国和国之间关系的方法 但是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通俗的解释 就是用最礼貌的方式 说出最恶心的话 如果以后一种标准为解释 那么徐杰就是一个极为高明的外交家 他敏锐的在暗达的文书中发现了一个问题 说你这个文书只有汉文 可没有蒙文啊 因为按照惯例 这个外交文书啊 得需要两种文字 但是呢 这不过就是个形式而已 没有人的认真遵守 但是 徐杰这回决定仔细认真的旅行程序 于是暗达的使者得知 说你得把入供的这个文书带回去 重新的加上蒙文的内容 哎 拿回来 完了咱们再可以继续谈 听到使者说这话 暗达的脑子有点乱了 他虽然说打仗是一把好手啊 但是说实在的啊 玩政治再玩你 跟中原的这些人比纳辰格的实力 真是差的太远了 百思不得其解的暗达 恐怕自己是没有文化 不懂外交礼仪 被人取笑 哎 还真的就去搞了这么一帮子人呢 去弄文术去 可是没等他那文术完成呢 新的邻居来了 北直立地区的前来秦王的军队 及时赶到了 城外明军人数已经达到了八万余人 而暗达也终于明白 完了自己这回上了当了 失去了锐气的蒙古军呢 准备撤退 反正他们也抢够了 也杀够了 算是满载而归 但是在城内的家境 可不是傻瓜呀 他虽然不懂军事 却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 局势的变化逃不过他的眼睛 于是他召见了兵部赏数丁如葵 命令他准备对答的 发动进攻反击 丁如葵接受了命令 但是在发动反击之前呢 他还必须呢 得去见一见严松 在很多的书籍当中啊 严松被描述为一个穷凶极恶的人物 比那个山区里的那个土匪啊 更狡诈 比变态杀人狂啊 正为残人 从贪污受贿 杀人放火到随地吐痰乱搞男女关系 无所不包 可谓是人渣中的人渣呀 但其实你如果客观分析史料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位仁兄啊 是个很胆小的人 他这辈子的原则就是能躲就躲啊 能推就推 只要自己的官位权势不变就完 什么老百姓的死活呀 设计的兴衰呀 跟我有半毛钱关系 毫不相干 我也不想管 哎 这就这么一个人 这种行为啊 用咱们今天的这个术语来形容 叫做行政不作为 哎 俗语来讲呢 叫站着毛坑不拉屎啊 摸阳公等等等等 反正严松啊 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呢 也不愿意惹事 也不愿意管事 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 应该说呢 他确实是一个胆小的人 但是胆小的严松 依然还是人渣中的人渣 因为正是他的直弱网文 大肆无功 才使得朝中正物懈怠 大臣失位素参 敌人肆不忌惮 烧杀强掠 皇帝在修道 你守府也不管 那还有谁管呢 不过严松先生呢 不想管 并不是不管 只要关乎他利益的事情 他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 丁如葵了解这一点 他很清楚 如果没有得到 严大人的首肯 擅自行动 那下言就是前车之间 他向严松告知了 皇帝的余令 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说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皇上让反击 咱们打不打呀 严松思索片刻 便说出了一个 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 不要发动反攻 看着大惑不解的 兵不赏 说严松为他的答复 做出了解释 一个极端无耻的解释 说如果发动反攻 就有可能战败 如果在边界战败 那还可以呢 咱们说 这个假冒胜仗报功 但是说实在的 天子脚下 啊 皇帝眼皮的底下 你如果失败了 那皇上一定就知道了 那到那个时候 那可就不好办了 不如啊 就让俺打抢 那得了 不久之后 他就自己撤走了 咱们也不用负任 任何责任 让他抢去吧 这就是大明帝国 内阁首府的治国哲学 这什么哲学 臭流氓吗 这不就是啊 但是丁汝葵啊 毕竟在官场 混了很多年 啊 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他十分清楚 皇帝的命令是反攻 如果照严带人的话 办事 那如果皇帝追究起来 那是要杀头的呀 然而严松拍着胸脯 跟他打了包票 你放心 有我在 必定平安无事 丁汝葵 安心回家睡觉去了 他相信严长官 是不会忽悠他的 事实证明 严松先生那宝票啊 确实不是毫无价值 是可以当废纸卖 大概呢 是三分钱一斤左右 在之后的几天里 城外的安达军 肆意抢掠 并开始打包 准备带走 带不走的 就放火直接烧了 而城内的驻军 非但不去找蒙古人 去算账去 连服务费都不敢收 只是眼睁睁的 看着他们扬长而去 安达终于走了 家境终于愤怒了 蒙古人大摇大摆的走了 正如他们大摇大摆的来 没有带走一丝云彩 却带走了很多的财物 粮食和无数的大名百姓 他紧急召见丁如葵 厉声却问 为什么不出战 丁如葵沉默了 这是他唯一的选择 事已至此 即使摆出严松 自己也未必能免罪 而且还将失去所有退路 无论如何 只能相信严长官了 得不到回答的家境 火冒三丈 下令把这位兵部赏书 关进了监狱 严首府似乎还是很够意思的 在狱中丁如葵 不断地接到严松指示 不要着急放心坐牢 坚持挺住 一定有办法 丁赏书就这么坚持着下来 一直挺到了刑场上 当明晃晃的鬼头刀 在赏射大人面前闪耀的时候 丁如葵这才明白 自己让人给卖了 还帮人家数钱呢 事到如今的为由 仰天大呼一声 严松啊严松 你这个奸贼呀 你忽悠我呀 但是痛斥之后 他最终醒悟了自己的罪过 满目焦土 生灵涂炭 严松固然是主谋 你丁如葵 难道就不是帮凶吗 于是他向 站在一旁的人们 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王郎中现在何出啊 谁是王郎中啊 兵部 直方司郎中 王尚学 前面咱们说过 这个直方司大致 相当于今天总参谋 按照明代的律令 如果谋划错误 打了败仗 直方司的长官郎中 是要连坐负领导责任的 最穷最忙 还得背黑锅 所以没人去嘛 英国人说 丁如葵还是很够意思 他在狱中曾反复表示 事情是自己一个人干的 跟直方司没关系 所以当他得知 王尚学已经逃过一死 发配充军的时候 这才终于输了一口气 留下了最后一番话 说当初王郎中 曾反复劝我出战 但我为言松所误 没有听他的意见 这是我的错呀 嘉靖29年的这次风波 在丁如葵的叹息声中结束了 在这场劫难中 大明遭遇了惨痛的失败 京城被人围了一个星期 京郊地区狼藉一片 安达在大明的眼皮子底下 烧杀抢掠 无人可挡 东西丢尽了 连也丢尽了呀 这个大明建国历史上 少有的耻辱被后世称为更须之变 永远地记入了史册 但是就在一片哀鸣声中 某些事情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徐杰 无疑是胜利者 危难之际 他挺身而出承担重任 在嘉靖的心里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这个不惹人注意的角色 终于登上了无光实色的舞台中央 但伴随着机遇到来的 还有危险 因为那个可悲的失败者 胆怯者 已经意识到了这位政治新兴的可怕 在今后的日子里 他将全力以赴地 把这个足以威胁他的人 扼杀在摇篮之中 虽然在国家大事上 阎松是一个胆小鬼 但只要触及到个人利益 他将变得比赵子龙先生更加勇敢 徐杰继续走吧 前面还有更加危险的圈套在等待着你 当然了 除了政局的微妙变化 大明王朝也并非毫无收获 丁汝奎死了以后 利部侍郎王邦瑞 暂时代理兵部事宜 开始收拾残局 然后 在整理防务的过程中 无意间发现有一本 叫做《被安达策》的书 在军中广为流传 书中记载着对付安达的各种方略 极有间谍 而且是合乎兵法 王邦瑞立刻叫来下属 说此书作者何人任何官呢 下属告诉他 此人是世袭将军 进京参加武进式考试 因遇到安达进攻 临时参战 时任京城九门总棋牌官 战争结束之后 已经调防这个技门了 王邦瑞这边是感叹不已啊 在反复翻阅此书 并打探此人情况之后 他在兵部的档案中 记下了这样的记录 七纪光 山东东牧人 世袭登州魏指挥千世 青年儿子姓敏惠 壮志而骑射悠长 平 将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